据报道 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 接受采访时称 过去几天美中就经贸问题 交换了意见 双方可能会在G20峰会期间 达成协议 如达不成协议 它会对中国加征额外关税 在昨天下午的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美方的威胁吓唬不了中国人民 打贸易战损人害己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 来解决中美经贸摩擦问题 同时我们也会坚定地 捍卫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美方威胁要对中方 加征额外的关税 这根本吓唬不了中国人民 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 从来不吃这一套 这里我要奉劝美方 而是那句话 发起贸易战加征关税 损人害己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听一听 这几天美国国内各个社会团体 广大民众对贸易战和加征关税的 反对的声音 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在 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 认真听一听国际社会 对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的 抵制声音 耿爽表示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照顾彼此合理关切 争取互利共赢 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 及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昨天主义 求国家中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